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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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拍摄的房子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装修风格的 想带给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城市当中非常高压 快节奏的这样的环境下一回到家 有一种在世外桃源生活的这种很轻松啊 很舒适的这种家庭氛围 也就是说你不仅能领略到现代的这种气氛 便利 而且还能领略到那种田园的风光 对 好了就是夸了这么多 直接带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 行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 别忘了点赞订阅加评论 我们期待着你给我们的任何意见 今天这套房子呢 一进来首先面对着你的就是一大牌的窗户 然后往外看的感觉真的就很像是那种 我在一个小农场的一套大别墅 然后坐在里面向外观看 进屋之后呢 首先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呀 就是咱们国内说的 你可以放鞋也挂衣服的这样的一个衣柜 然后它整个这个色彩颜色搭配 整套房子都是白色和黑色为主的 然后我面前呢 就是一个吃饭的这样的一个餐桌 你看它的所有的这个家具都是10亩的 然后往这边 哇 这个冰箱是从我们拍摄房子 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冰箱 那冰箱有多大呢 我现在才开了半扇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冰箱 我觉得作为一个百万的豪宅 这个就是冰箱该有多大 有基本配置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厨房好了 那首先呢就是像我刚说的哈 它的基本的这个色彩搭配呢 白色和黑色的 看起来非常的干净 它配置的有自己的这样的洗碗机啊 然后一个非常现代化的 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微波炉 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长相的微波炉 然后它做饭的这个阿温呢 这个太喜欢了 首先它这个是明火 然后它这个抽烟机像我之前讲的豪华的 然后它配的这个烤箱呢 真的是非常的Classic 这个是调温度的 还是这种指针的哈 就是非常有个性的烤箱 厨房旁边有很多的这种储物空间哈 这套房子的中央岛呢 就像我之前看到的那个walking closet一样 我想从这个中央岛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真的就得走十几步啊 所以说能坐多少人呢 大家想象一下就行了 我觉得围着这一圈 你开个一二十人的派对 上面放上食物的话 这个面积完全没任何问题的 厨房往里面走呢 就是它的一个小客厅的位置哈 特别典型的 加拿大的这个房子里面 一定要有的壁炉给你配了 然后呢这个区域给我的感觉就是舒适 你下了班吃完饭之后 往这边一坐看电视啊 看个比赛啊干嘛啊 特别的舒服 最重要的是它旁边挨着一个很大的落地窗 然后它还有一个已经建好的patio 所以你买一些烤炉啊 和朋友夏天的时候 坐在这里吃饭啊聚会啊 这套房子呢作为inner city 它很大的一个优点 就在于它的车库面积是很大 能看到是一栋小的房子 但是它让我吃惊的一点 在于它和房子不是连体的 也就意味着如果天气非常非常冷的话呢 你可能还是要从那个房间出来 然后往这边走几步哈 虽然说也没几步 可能就五六步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建在一体的话 会更好一些 再往这边来呢 这个小客厅绕过来 直直的走的话呢 左边就是它的第一个小卫生间了 这套房子呢 一共是带有四个卫生间 其中有三个呢 都是全位 可以洗澡的那种全位 那这个呢 是属于一个半位 因为一楼是没有卧室的嘛 然后出了卫生间 直直的往前走到 哇 我都觉得这个像是正门了 都难下了班回家 首先是先停车的嘛 所以你用的最多的 其实就是这个门了 然后这个挂衣服的呀 换鞋子的呀 这对 然后上面的一些 可以放一些简单的 家里面的摆设 或者用品的呀 它这个空间 真的让我惊讶到了 我现在大家去二楼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上二楼这个楼梯 虽然设计的非常现代哈 但是 还是蛮长的这样一个距离 小风险 就是如果你摔倒的话 这个还是蛮危险 老年人如果在这住 比如说不小心滑倒了 这还是蛮危险的一个楼梯 我个人的意见啊 上来第一个房间看一看 应该是一个主卧 因为它看起来这个size 还是蛮大的 在主卧里 还能摆个小沙发呀 摆个小茶几呀 什么 这个可以说明 它这个主卧非常大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卧室里的房顶非常高 应该边上稍微矮一点的地方 是八尺顶 然后最高的那块挂灯 那块是十尺顶 大家可以看出来 你看我这个身高一米九左右 有离房顶还有好久的距离 过来以后 哇这个walk in closet 真的是太大了 丈夫的所有衣服放这边 妻子的所有衣服放这边 然后你们俩的所有的内衣都放在这块 这边还可以放一些个奢侈饼包包啊 然后这边从床过来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小书桌吧 现在就是它的主洗手间了 哇这个洗手间还真是真是够大的啊 它也是完全干湿坟离的这样一个洗手间 你看有的那个洗手间它的淋浴是在外面的 但是这个洗手间呢 它的淋浴和这个泡浴都是用一个门给你分开的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里面无论是淋浴啊还是泡澡啊 都不会影响到外面的人 这个而且这个泡澡你进来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国内那种桑拿房啊还是怎样 它这个泡澡这边还是蛮大的 比如说你泡着泡着澡啊 这个热了可以在这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完了再去泡了 怎样子有点桑拿房的感觉 然后当然这个豪宅的标配都是两个洗手台 就是没有问题的 我左手边那边就是一个完全分开的一个马桶 那就是说如果有人在里面这个 办一些事情的时候 外面的人不受任何影响 哦 哇这个太厉害了 这有一个星空顶 而且你看它这种这些设计 就真的是特别的现代 如果出来呢我们继续往前走 然后过来以后左手边当然就是它的洗衣房了 现在建的房子洗衣房 一般都在二楼 因为它比较方便 因为人是住在二楼 而且这个壁橱啊也非常的大 可以放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洗衣粉啊洗衣液啊什么的 这块还有一个专门的 它用来洗衣服时候接的水啊什么的 下边还有个大壁橱 还可以放一些东西 因为好多人把鞋都直接扔个洗衣机里 因为鞋上有很多泥和土嘛 它就会在这稍微涮一涮 然后直接扔洗衣机里 我是不用用洗衣机洗鞋啊 刀刀用 然后过来以后 这又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就是所有的客卧人用的洗手间 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座域的 这个座域相比于这个主卧就是显得小一些 再往前走呢 我们又有两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一个临街的卧室 咱们可以看出来它好多的这种窗户都是这种树式的这种窗户设计 它的这个 你看它的这个衣橱 这个门非常的高 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奢华 虽然这个房间的面积不算特别大 就是一个小的温馨的卧室 但是因为它的顶高 所以给人感觉还是空间感比较强的 然后这个门临着又是另一个小卧室 这两个小卧室 无论从大小上还是空间的布局上都是一模一样 如果你家庭比较多的成员的话 我们还有地下室可以利用 OK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看 像那种新房地下室装修的还不是很多 我还没等走进地下室 就发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相当于休闲 或者说娱乐的这样一个空间 这个沙发真的是有够大 周末的时候没事干就在这坐 看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啊 或者说自己最喜欢的一些足球啊什么的 这块可以放一些你看这红酒杯啊 还有一些小的盆栽啊 非常的有情趣啊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小的酒柜 里面可以放一些酒啊什么的 周末的时候小卓几杯 小卓怡情大卓生身 内蒙人的小卓就是河南人的大卓 然后这个过来以后是他的这个咕噜房什么的 OK 下面这个他的地下室呢 因为他是准备住人 所以说他也有一个完全装修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跟楼上刻博的洗手间一模一样 卧室出来之后呢 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衣橱哈 这个衣橱一般来说是放一些床单啊 背罩什么的 小的这个卧室了就是 然后这个卧室也有一个窗 因为北美有好多人住的卧室没有窗户 其实是不合法的 卧室是必须要有窗户的 一旦发生火灾啊水灾啊地震 你是可以逃跑的 是用这样一个用途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衣橱 擦完这套房子之后 整体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稍微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的后院不够大啊 对这个后院真的是 如果是你是中国人 比如说父母想过来种种菜上来 种菜够了 种菜够了 种一笼小葱一笼剥菜 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种什么棒子高粱啥就算了 这套房子呢 首先像刚刚讲的第一个亮点 就是说他的学区 对很多的这个选择住inner city的 有钱人也好 年轻人也好呢 他们首选就是这个区 那他的学区呢 除了说他有英文的法语的这种 比较好的私立学校呢 他当然也有这个公立的小学公立的中学 他旁边还是盲柔油 皇家山大学 看到他的介绍里面 旁边有个高尔夫球场 然后购物中心就不用说 除了价格有点高 没什么太多毛病 没有任何毛病 就是价格有点高 经济学人评那个 全球宜居城市 卡尔加里又是评在多伦多奥和温哥华前面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 连续两年对 连续三年 三年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宜居城市 房价又不是太贵 比如说华费一百多万 可以享受非常奢华的生活 那卡尔加里肯定是你第一选择 有任何意见呢 也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及时的回复给大家 分享订阅加点赞 一键三连 没错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